2021花莲太平洋纵谷马拉松在上周六圆满完成 而节育后的饮用水 24号上午花莲市体育会特地捐赠给花莲市工所清洁队 工程队以及农官客 希望同人们在工作之余也不要忘记补充水分 室内空间摆满了一箱箱瓶装水 这些全都是上周六才刚圆满完成的 2021花莲太平洋纵谷马拉松所留下来的节育物资 24号上午花莲市体育会特别将这些采购剩余的135箱瓶装水 捐赠给花莲市工所使用 提醒清洁队工程队及农官客的工作人员 在工作之余也不要忘了补充水分 那我们这次也要非常谢谢我们花莲市体育会区域者理事长 在这一次太平洋纵谷马拉松 2021年的太平洋纵谷马拉松赛事 那傍晚之后那将这些水的部分来送给我们 非常辛苦的清洁队工程队还有农官科的同仁们 在非常炎热的情况之下都能够有相关的水来 饮用水来做使用 那再次也谢谢我们花莲市体育会的所有好朋友 还有很多的赞助商大力的一个协助 让这样子的赛事能够圆满 那也更欢迎所有的跑者 在未来2022年的赛事里面 也能够积极参加花莲的各项运动赛事 那我相信花莲赛事都非常的优质 也期盼有更多的朋友们因为赛事爱上花莲 那有在地的朋友们因为赛事喜欢上运动 市长威嘉贤也颁证感谢壮 肯定花莲市体育会的热心公益 并表示预计在今年的下半年还会举办2022花莲太平洋重骨马拉松 届时希望大家都能共享胜举 和他一起完成花莲市长任内的最后一场比赛 记者 许丽琴 花莲市报导